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利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的BPST 如何来解答我们刚才所说的Range Query问题 虽然它还依然只是EV的情形 我们的输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妨取作R15 那么我们的查找过程 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步 首先我们要针对这个左段点2 来做一次二分查找 从这里出发 到7 到3 到1 最后落脚在1 不要忘了 按照我们这里约定 缺间的左边界是开的 所以严格的讲 第一个命中的元素应该是刚才查找结果的后继 在这里来说也就是这个3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针对刚才指定的那个区间的右端点 也就是15 再做一次类似的查找 同样的 从根结点16出发 到7 到12 14 最终 我们会落脚在 14 因为按照语义 这个14是在全局中 不大于15的 最大的那个元素 现在我们已经查到了3和14 这两个点 从逻辑结构来看 已经一目了然 所有那些命中 也就是位于这个区间之内的那些元素 都应该是介于他们之间的这些点 无非如此 那么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点报告出来呢 怎么来高效地报告出来呢 为此我们需要关注到一个特殊的元素 也就是这个元素和这个查找到的元素 他们的那个最低的公共祖先 Lowest Common Ancestor 我们简称为LCA 也就是这个 在这个例子而言的7